你走過我們香港的歷史 你有沒有留意到在1969年 一夫一妻制 廢除死刑 香港社會的反響是怎樣 報紙又如何處理 一夫一妻制是對的 但是當時仍有很多人 大清律是要改的 當時社會的情況是怎樣 公商日報的立場是怎樣 我是贊成的 覺得是時代進步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比較適合 因為也看到很多問題 不是說舊制度一定有問題 但是的確有很多問題是因為這樣而發生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贊成的 另外死刑那邊我們就比較保守 我們覺得一定的一個阻嚇作用是需要有的 因為人性上始終不知道會失控的話 會去到什麼情況 所以有一個比較嚴厲的阻嚇制度 還有我們也相信那個司法 覺得如果經過這麼完善的司法制度之後 判處的一個極刑應該 冤枉的人不多 當然從一個人道的角度去看 你始終靈枉物眾 人的生命不是我們人創造出來的 是一個常主創造出來的 我們人無權去取取了別人的生命 但是你兩害權也輕 要極之嚴謹去進行這個過程 但是不能廢除 我們當時的政策上的看法是這樣的 其實當年我印象中 戴倫史做港督 香港也有很多流弊的貪污腐敗 很多問題 其實《工商日報》有沒有在這方面做一些功夫呢 我印象中韓鴻偽生回來的時候 人家很刻意做一些所謂的偵查採訪 把美國歌大那一套東西走到這裏 但是後來好像好像 也有做 也有做 就是去不了下去 李永鑫帶過我去做賭檔 帶過我去採訪販毒 賭檔就在北角 在炮台山下來那裡 那個牌目 當時還沒有屋 是啊 有天文台在地上 坐著那些木板椅坐著 那些叫做天文台 如果有人去蓋檔等等 上面的樓梯都通了天台 那時候李永鑫先生帶我去 我都戰戰兢兢 因為我沒有去過賭檔 上去吧 進去 記住千萬不要放失失 記住什麼呢 記住有些人大概是男女 有多少 桌面上有多少籌碼 現金等等 記住這些東西 我最記得我出來的時候 是如釋重複出去 怎料有個人在我耳邊說 醒醒他 我聽不清楚 我以為叫我醒醒點 我醒醒點 他怎知道我是記者 叫我醒醒點 那行 李永鑫說 輸了 醒什麼 輸了 沒得醒 出來 什麼事 叫我們醒醒他 給錢 給他一些貼司 那 販毒的那些 就在福華街 我們在福華街 那邊一直看著那些人 怎樣交收 拍照 那 我們以前每個人都要做的 就是讀 賭 我曾經收過電話 有人打電話來 喂 大家都是江湖上行走 不用這麼說 我們做什麼 不是江湖人物 他說 大家都是江湖人物 不要這樣說 我不認識 我們記者怎麼是江湖人物 他接著說 你們抬定棺材 真的有人打電話來恐嚇 我們爆的毒 毒 他們得罪了一些人 但是後來就比較少 後來 我意思是比較少 這些恐嚇的電話 我想他們都習慣了 報紙是會揭露他們 其實在這個 ICC未出現之前 我印象中 這個差館 都初二十六 還有紅包給一些行家 工商日報的行家 有沒有參與其中呢 兩個地方可以賺錢的 一個就是這個警察 第二個就是足球 足球 霍英通先生有個組織 吃頓飯也有五十塊派 當時就是這樣 你們怎樣 我聽過同樣的說法 你沒有做採訪 沒有沒有沒有 你聽過這些 聽過這些同樣的說法 因為他們就說 有些行家到時到後 就去差館收賣 就是和其他人收賣 這個就 我有聽過 但是就沒有處理過 但是你們也有線報的 你線人 就要付錢的 是嗎 那些就這樣 新聞來源 是因為 因為以前的新聞來源 比較少一點 那我們在公立醫院 就是進去突發 譬如有受傷的 因為是搶劫受傷 或者是車禍受傷 他們一進去 他們收到資料 他們就知道 打電話來的 就說有車禍什麼 那後期就 那些叫三百元 四百元 一人線 是啊 後期就發展到 我們自己聽警方 警方的台 那些就比較少了 而且也不合法 收買的線不合法 警察那邊 我們也有所謂線 999報案之後 有人跟著打電話來 那裡有搶劫 我們就派財務車去採訪 雖然兩根 勞